嗨 大家好 我是Jason 很開心大家看這支影片 也謝謝每一個收看這支影片的人 我平時的工作是個攝影師 那不管是動態的 平面的 那我自己平時也很喜歡 時尚穿搭類的東西 這個頻道主要會是做關於 穿著就是我平常穿什麼 或是我會怎麼穿 或是我會介紹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也會介紹攝影 不管是動態的也好 平面的也好 我今天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週的穿搭大概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支影片 會是紀錄我在現場的拍攝 然後我會跟大家介紹我造型上是怎麼 幫model做搭配 然後跟我照片的發想 跟我的reference 或是什麼 If you like it, stay tuned 我們來看第一套穿搭吧 這邊穿的是一件薄的布勞森外套 它是拉鍊的 它是我在萬華的二手衣店 翻到的 然後它很便宜 然後褲子也是 褲子的話就是軍裝軍褲 然後我平常習慣就是會帶Apple Watch 因為很方便 然後幾個固定的飾品 我不太喜歡一天到晚換飾品 然後這雙鞋子很特別 它是A6的Gel Kimberra 5 我覺得它很帥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 Balenciaga的那個Runner Trainer 但是因為太貴了 我不會想花那個錢 那我覺得這雙鞋超帥 然後我覺得這種復古的鞋款搭配這種寬鬆的軍褲 那我其實很好看 白T-shirt呢 這件是Uniqlo的白T 那就是well everybody knows 我自己穿褲子上 我其實會習慣 腰是不會是低腰 或是正常偏高 主要讓這個身形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我的身材比例也沒有那麼好 對 這件cargo pants 它是很寬的 然後它買的時候很酷 它還附了一條皮帶 它的特別之處是 它後面有兩條綁帶 就像現在可以看到的 還有兩條綁帶 然後這頂帽子 是我在Outlet挖到的 New Era的Heritage Series 這就是我平常會穿的東西很簡單 然後我們今天進入第二套 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shirt 然後重點其實是這件襯衫的寬度 會比一般的襯衫再寬一點點 讓看起來比較俐落比較輕鬆 不要那麼的緊 包的那麼緊 這一套穿搭我想要表達的重點 其實是在於腳上的loafers 因為我覺得不是一個現在大家平常會穿的東西 那這頂帽子是Beams跟New Era 聯名的930 這頂是我在日本買的 然後T-shirt的話 這邊你看到的就是一件Stuicy的T-shirt 其實就是一個白底 然後褲子的話是Dickies的Double Knee 它很好穿 而且其實它很適合夏天 因為它真的沒有那麼厚 然後它是一雙在義大利製的loafers 然後搭配白襪和Michael Jackson 但我覺得很酷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日本人很多人其實都會這樣穿 Dickies的Double Knee的好處是在於說 它很修飾你的腿型 然後 這套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我其實夏天真的很常穿T-shirt被襯衫 最近我很喜歡穿這個牌子的鞋子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唸 O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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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穿 然後很適合 尤其像台灣常常下雨 你也不用怕腳被淋濕 這條牛仔褲 它是一條淺色牛仔褲 然後很寬 但它的腰圍是正常的 所以It was made to be white 加上這種比較棉麻質的 然後比較寬鬆的短袖白襯衫 其實它更可以呈現出一個很俐落 很休閒舒服的感覺 然後這頂的話是Nylon 就是尼龍質的New Era 930 這隻太陽眼鏡 大家應該看到蠻多隻的 它是New的 它是New Chumley 然後我是在日本的Beams買的 之前有一次去Beams的展獸會 應該是今年春夏的 我有看到它們有鏡 那我不確定現在還有沒有 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它真的很好看 因為它很像Julius Tart 或是Moscott Lamptosh的版型 但是它沒有那麼貴 然後這就是那個 我說那個我不知道怎麼唸 Flip Flops 然後它真的很好穿 因為那天雨很大 所以我覺得穿這個是很適合的選擇 Side Light 這一個是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條 牛仔褲 它是我自己的一個collection 它是Stranger Things X Levi's 的505 然後因為它是一條505的牛仔褲 這條褲子其實我也買太大 因為我之前比較胖 它會有一點寬 那我會用皮帶把它勒緊 然後再去調整腰圍的那邊的 就是這個積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用比較長的東西去把它蓋起來 然後因為505它是streetfit 然後我就會配一個低筒的球鞋 那這條褲子真的超好看 上面有第三季每一個主要角色 他們都把它印在上面 而且這條褲子很屌 那個轉印的東西怎麼洗都被掉 做工非常好 上半身的話 我搭配的是 我在日本的Amazon 買了一件New Era Max的那個T-shirt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褲子上面就是 印了 這是Max 然後Lucas 就印了很多 他們每一個主要人物 都被印在上面 它其實還有一件牛仔外套 但是我覺得那有點太多了 我比較喜歡褲子有特色一點 對 然後因為那個MATS的logo上面有橘色 所以我搭配了一雙橘色的Campus ADB 它是Adidas Original 這雙鞋子我也是意外挖到的 那它很少見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第二雙 其實我買的很便宜 然後整體的look其實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T-shirt跟Jeans 但是主要是深型上的修飾 去做出來 然後 Yup That's for it 第五天我穿的比較 酷一點 我穿了一個全黑 然後上半身是Polo shirt 然後跟 Yes Dickies的褲子 然後我一樣搭配我的Heritage Series 最近很喜歡戴你的帽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褲子 這是Dickies的874 Flex 它比較舒服 但是它的修飾程度 會比剛剛前面出現的Double Knee的更好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寬 這條的Fit就是剛剛好的 然後對 它一個小小的Dickies Logo 然後我的那個帆布皮帶 那有一點小拖線 這條不要用很久了 然後這雙鞋子很特別 再介紹一下 它是那個Converse跟Fang 王縫成 Fang Chang Wang的聯名 然後它是2-in-1 Chuck Taylor 它就是把兩雙Chuck Taylor縫在一起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太帥了不行 我一定要買 但是我還是等到它特價的時候 才把它買下來 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粉紅色的 然後我絕對很好看 You can never go wrong with Chucks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沒有時效性的 Polo shirt的話 我會習慣扣到頂 如果不扣到頂的話 我習慣裡面會再穿一件T恤 小T恤 然後我會喜歡折袖子 扎進去 其實這個look跟 第二個look有一點像 它其實就是一件襯衫 但是這個是有條紋的 然後褲子的話 我是搭配一條牛仔褲 這條牛仔褲也是挖寶挖到的 非常讚 它不是什麼名牌 不是Levi's 它就是牛仔褲 然後很舒服 很好穿 非常修飾身型 這件襯衫是那種 Iron free 就是你不用燙 它都不太有重 然後它是條紋的襯衫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搭配的是 一點950 就是一個 顏色上比較跳 鞋子的話 我搭配的是 Doctor Martins 跟Needles 聯名的鞋子 這雙鞋子很貴 不便宜 而且不好找 台灣 我記得台灣的馬丁好像沒有進 它的Details 就是一個小小的銀色的蝴蝶 我覺得 我覺得很帥 對 我這雙鞋 而且它前面的那個金屬流蘇 我覺得很帥 所以 我會選擇 Needles的原因就是這樣 Yup And That's it guys 這是我一週 會穿的東西 那 Yeah Hope you guys enjoy the video 如果你們 喜歡 類似的影片 然後 或是想要知道 什麼東西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麻煩 幫我按讚 然後可以到訂閱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